拜託在哪裡呢 三件事情 這個是紐約時報寫的分析的文章 第一個是人們認為說 當初李克強是承諾 中國會繼續對世界開放 可是很明顯習近平在走回頭路 變得封閉了 第二個他裡面講說 在分享這個李克強在勘災的時候 在泥泞中淹沒過腳踝的畫面 但是對照習近平今年遇到水災的時候 他是沒有出面勘災的 第三個他提到李克強的時候 經濟成長率有七點五趴 但是現在中國經濟是在倒退的 所以為什麼前面主持人所提到 中國現在嚴正以待 因為注意這句話 李克強的事是引發的悲痛 反映了中國公眾對一個已被拋棄的改革 開放跟經濟增長時代的失落情緒 人們感到深切無力 所以昆誠怎麼來看 這李克強在中國是被認為是比較傾向自由的改革派 然後所以他是這個可以說是習近平下十年之內 最弱勢的這個國務院的總理 可是好得也是國務院總理嘛 國務院總理雖然臨時就逝世了 那至少也要這個隆重的一個 有一個國葬嘛 或是隆重的這個來這個安葬他 那我覺得也是對他一個重視 那可是或許就是因為說他是一個改革派 那如果說太多人去聚集去悼念他 反映出來是大家對於習近平的 就是改革開放啊 或是說這個任他對習近平的不認同 所以說現在你看中國嘛 就開始就說不行喔 四步要全面維穩 為什麼怕什麼 怕就是怕一九八九年六四這個天安門事件在重演 要念胡耀邦 胡耀邦那時候是中國的前總書記 有一段話讓大家瞭解 李克強猝死只是其一 中國今年有六十六名高官 密集病亡 普遍為黨員 這個有意思 所以剛才用口提到重點了 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 這個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 也是心臟病促世 然後那時候在四月 他是四月份 四月份的時候四次 然後這個學生就開始聚集 在這個天安門前面 要為他追悼 然後學生來了 然後工人也來了 然後後來這個越來越多人來了 那其實那時候是追悼胡耀邦 那可是也是表示對時局的不滿 這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終於到六月四號 演變成天安門事件 那現在習近平也是擔心 大家藉由這個追悼 這個李克強 實際上是表達對於習近平的不滿 所以說他現在要全面的維穩 絕對不能說這個 大家聚集在一起 追悼這個李克強 那剛才用口提到說 哇 那為什麼今年有這個六十六名高官 這個密集的病亡 而且死因其實不太清楚 到底是怎麼樣死的 其實不太清楚 現在連李克強是怎麼死的 雖然說是心臟病猝死 那到底是怎麼樣猝死的 其實原因也不知道 因為在他猝死之前 他的這個死亡的這一個這個聲明 或是死亡的新聞就已經出來了 所以大家覺得說 他是不是被做掉 而且那被做掉 其實在中國 其實也不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 所以現在習近平除了這個 有密切的高官死亡之外 還有很多的事情 像什麼國防部長 會交部長也都被免職了嘛 就表示說 是不是習近平他整個執政的權力 是非常的不穩固 我覺得還要再繼續再看下去 比較大家覺得很奇怪 美國是世界這麼重要的國家 對李克強的哀悼 照理講 這個是表示我們其他國家 對我們國家的重視 應該要登出來 中國為什麼拜登對李克強的哀悼 知智不提 全部把他消音 包括所有報紙通通不登 為什麼 如果你是習近平 你看到這個場面 你會不會想 你會不會心慌 各位 我接到一個人家傳來訊息 就這幾天他的合肥故居 你知道嗎 三百萬 滿城的花海 三百萬人的追到 已經超過去賣家朝聖人數 他當然心慌 李克強怎麼死的 我只告訴各位 他以他的規格 有24小時的護士跟醫生 怎麼可能會檢查不出來 怎麼可能會讓他 而且他是住在浦東 他過世醫院在浦溪 這個車程要三十幾分鐘 他住的地方附近就有瑞金醫院 汪道涵晚年就在那個地流醫院 就送到曙光醫院 是中醫醫院 你覺得合理嗎 現在外媒報導了 連他的家屬要求外籍人士 來屍體檢查 中央不敢回覆 他是不是被心臟病 然後他在世的時候 曾經一直傳聞是 席下禮上 所以對習近平來講 這個人是不是心腹大患 如果他權力不穩的時候 唯一一個挑戰 好